故事把体温针拿给李震东测量体温后痊愈出院 想感谢外界对他的关心 李震东录了影片分享自己跟病魔战斗的16天 这第一个阶段要注意的一定要跟上营养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逼迫自己吃东西 不管是喝水 喝牛奶 吃稀饭 把战胜病魔的过程分四阶段 第一阶段尽量吃饱喝足 接着进入第二阶段 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三到四天发烧日子 第三阶段配合医生进行大量药物治疗 第四阶段放松心情 在医院观察几天 检测后阴性就可以出院 分享心理路程 李震东希望自己的经验能给病友作为借鉴 而武汉一名摄影师妻子也感染武汉肺炎 在家隔离 这名摄影师拍摄了照顾妻子的过程 要你出物里的白痒是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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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色了 每天做好妻子喜欢的菜放在卧室门口 耐心穿上防护衣打扫消毒细心照顾 家里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要消毒 让病毒无处可跑 只期盼妻子一天比一天好 影片流传网路也鼓舞了许多病患家属 记者综合报道